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訓內容 來我們看這邊 我們看一下我利用項鑛去求三角形面積 這邊是個小公式 孫氏老師教大家怎麼背起來就好 這樣行不行 老師不多做證明這樣行不行 來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有兩個項鑛 一個叫項鑛A一個叫項鑛B 求這兩個項鑛所成的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來老師先畫出來理解 比如說這邊一個叫項鑛 叫項鑛A 這邊一個叫項鑛 叫項鑛B 這兩個項鑛所張出來 所圍成上腦型是這一塊 麻煩求出這塊上腦型面積怎麼算 來上腦型面積這邊有兩種算法 來看一下第一個 它給二分之一根號 行不行 把這兩個項鑛A項鑛B 各自絕對值的平凡 減掉這兩個項鑛內積的平凡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怎麼去記 首先第一個二分之一 用三角形面積從最早期 最早期比配高出以二 所以說基本上求三角形面積的時候 前面基本上都有二分之一 根號 什麼號 先把怎麼去記 把這記成各自的平凡 有嗎 把下面A項鑛A項鑛B 各自絕對值的平凡 減掉這兩個合併起來內積的平凡 都這強調幾何 強調長度 強調內積的時候 什麼時候這公式強調座標 好不好 我直接告訴你 現在A和現在B的座標的時候 行不行用這個公式 行不行用這個公式 所以說這兩個公式注意一下 可不可以我們看底下的地方 這一題它就可以強調它們內積 強調它們分別的長度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麻煩求它們所為成少期面積 來我先把公式寫出來 它等於二分一根號 各自絕對值的平凡 減掉合併起來的平凡 行不行 好 各自的平凡自己 二的平凡自己 四 三的平凡自己 九 所以四乘九 合併起來自己 二 二的平凡自己 四 把它帶進來自教了 三十一的減四 三十二 等於二分之一根號 三十二 好不好 把三十二開根號 四根號二 乘上二分之一 二根號二 這樣行不行 好 這第一個 你看第二小題 它直接給我坐標了 求面積統算 來 它等於二分之一絕對值 對吧 先把向量AB和向量AC寫出來 面積統算 它等於二分之一絕對值 改一個類似含劣式的式子 把這兩個下釀 直接把架填進來 這填進來是幾 三四 這填進來是幾 其一 把右 剪左 乘開 三 剪掉 二十八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算出來自己 負25 決定值25 乘上二分之一 二分之25 答案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到這邊整理一下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OK